据悉,中共一支侦测间谍气球最近在美国上空停留数日的消息继续在网上发酵 对于中共这支侦测气球的来龙去脉 与据澳洲著名法学家、时政评论家袁洪斌教授 在接受看中国记者采访时提录了独家内幕 袁教授您好 中共间谍气球最近出现在美国上空事件 引起了网上的热议和多种解读 其中有说,这是中共习近平反对派给习近平挖坑 就是让习近平难堪 故意让美中外交冲突升级到外交层面 甚至布林肯还取消了访华 您对这种说法怎么看 我们说凡是对中共陷阱体制稍有常识性了解的人都很清楚 在习近平已经建成高科技特务统治系统严密监控中共各级官员的这种态势之下 上述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 所以这种故意给习近平挖坑这种八卦信息是完全不可信的 中共官员现在表达习近平不满的最主要的方式 也是习近平面临的最严重的政治危机 就是数千万中共官员普遍的躺平戴政摆烂 这才是他面临的主要的政治危机 本来习近平急切的期待着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北京这件事能够成情 习近平为什么会期待呢 他的目的也有两个 一个就是尽可能重新唤醒美国政坛中对中共的绥靖主义的思潮 从而减弱美国对中共的经济战和高科技封堵的力度 那么另一个目的就和台湾有关了 就是要通过与美国缓和关系 降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同中共决战的意志 从而为实现中共征服自由台湾的基本战略 尽可能创造有利的政治环境 这是习近平急切的盼望布林肯访问中共的原因 可是命运我们说却像一个顽童一样 也有用流浪气球这个世界达了习近平的精心安排 那么对于这个戏剧性的事件 真实的情况是什么呢 根据中共体制内良知人士通报 中共在三年之前或者四年之前 这个我们通话的时候 这个具体的年代没有听得很清楚 三年或者四年吧 之前就建立起一个庞大的飞艇部队 这支部队在中共军内的被命名为平流程部队 平流程部队归属于陆海空和火箭军之外的第五军种 也就是战略支援部队来领导 中共的这支平流程部队的级别被定为军级 它是一个军级单位 它作战活动范围在两万米至四万米的地球的平流程内 那么平流程部队的作战的目标响定 不要有如下底下 第一就是运用飞艇和长时间悬艇气球 在必要时对全球范围内的陆海区域实施全面监控 那么第二就是对重点国家 特别是具有潜在战略威胁的国家 进行定期的和特别的侦测 这次对美国的这个侦测应该是属于 对具有潜在战略威胁国家的特别政策 这个部队的第三项任务就是 台海作战展开之后 要确保相关作战海域的全天候大规模 无死角的平流程飞艇监控 为中共的中远程导弹实施精确打击 提供信息引导和定位保障 从而实现区域拒止作战的目标 那么这一次的所谓流浪气球事件 实际就是中共党卫军 平流成部队的一次既定的行动 事前计划好的行动 这次行动的目标 是北美南美和南太平洋 进行侦测监视 这次行动 据中共军内的良知人士透露 一共派出四艘飞艇 一艘经加拿大飞向美国 飞向北美地区 一艘飞向南美地区 那么两艘越过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 飞向南太平洋地区 据中共军内的良知人士刚刚透露 气球侵入美国境内的这个事件 中创事发之后 中共军方已经启动 南太平洋上的两艘飞艇的 自毁装置来毁尸灭迹 所以这一次中共军方的飞艇 入去美国领空 与布林肯访问相中的事件 我们看表面上是命运导演的一次偶然的巧合 实际上却暴露出习近平独裁体制的一个致命的必定 也就是在高度集权体制之下 习近平缺乏让各项复杂的国家行为 形成相互协调配合的良性循环的系统性运作机制 一个时期以来 习近平就像走夜路吹口哨一样 不断重复什么 中共可能遇到灰犀牛事件 黑天鹅事件 或者遇到惊涛害了 这些基本都是 习近平这个共产小丑皇帝 在我们中自找的灾祸 正在自寻绝境死地的末日之路上狂奔 因此可以预期在侍权如命的习近平独裁之下 中共暴震的国家政策的运作将会不断的出现 诸如防疫政策疯狂转向 流浪气球与布林肯访问撞车 这一类荒墙走板的现象 这将成为一种新的常态 那么中国人所要思考的一个命运攸关的问题就是 我们如何作为 才能不做习近平这个共产敌权主义全球扩张的 末日灾难的寻葬品 我们如何才能通过全民反抗和人民起义 来揭开中国自由民主化的新篇章 那这个平流层与国际定义的国家主权领空是什么关系 这个平流层你知道它是两万公尺以上一直到四万公尺之间 整个人世界上关于这个领空高度以哪为止呢 这是一个灰色的地带 而且两万尺以上的高空到四万公尺高空之间呢 由于它是一个气球或者飞艇 它一路的速度很慢 因此一般的雷达呢 很难侦测到 而一般的空弄战机呢 都很难达到两万公尺 那样的高度 所以要击落这个气球呢 就需要动用啊 具有高科技高射程的这个导弹 那样一来呢 这个一颗气球啊 就几十万元而已 一颗导弹呢 一百万元 而就说这样的一个消费比啊 那是很高的 那您认为中共会因此改变或收敛它的这种行为吗 那不会 中共把这个作为它一个既定的战略 在这个战略中 我们刚才讲了它的第三项使命啊 就是在台海战争爆发时 这支平流程部队呢 要利用它的几百艘上千艘的飞艇啊 对整个作战区域的海空 进行全天候的无死角的掀控 从而保证中共的中远程导弹打击的精确性 所以这是它一个既定的作战方案 我相信呢 美国军方呢 可能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真正的造出啊 应对中共暴政这种作战方式的 有效的应对方案 据中共军内良知人士透露啊 中共军现在已经获得这样的能力 就是在短时间内啊 可以让数千艘这种飞艇升空啊 因为它的造价很低 而且这个技术要求不高 科技含量也不高 但是呢 它所处的这个地带呢 恰恰是整个当代人类的一个军事领域啊 很被忽视的一个区域 这也是中共暴政啊 在研究和美国进行不对称作战的时候啊 创造的一队部队 我看有报道指 美国这次击落了中共的这个侦测气球 说明美国是有能力这样做的 就是这个气球本身呢 它没有什么高科技 它的主要的优势它是在于啊 利用这个平流成这个灰色地带 一般的战机呢 不可能达到那么高的高度 因此呢 不可能用战机把它击落 如果用这个反弹道导弹 地空导弹击落它呢 消费比呢 又不合算 一个气球就几十万 甚至那个悬停气球只有十几万 一个导弹能达到那样高度的空对地导弹呢 那要几百万 甚至上千万一枚 所以这个消费比是不同比例的 这是中共暴政啊 它的军方也可以说创造的一种新的战法 它就是通过光学仪器 电子设备来进行侦测嘛 但是它的这种光学仪器和电子设备 都不属于高科技范畴 到现在美国人都不知道这支部队的存在 美国人现在只说 中共可能进行这个长时间的准备 什么要对五大洲都进行监控 但是他不知道 中共这个平流成部队的 我刚才讲的三项作战目的 更不知道这支部队是一个军级单位 很高级的一支部队了 据海外媒体报道 美国已经对中共气球监控计划 相关的六家中国企业列入黑名单 那从表面的名字看 这些单位是民用科技公司等 中共的所谓军民融合 生产这种气球又不是高科技 我们刚才讲 短时间的几千枚飞机都可以搞出来 全部升空 你怎么办 你用几千枚地对空弹道导弹打下来的话 那中共的导弹去了怎么办 前一段就是加拿大曾经派飞机上去 那个气球开始高 后来漏点气它就开始下降了 加拿大飞机上去用那个机关炮打 打了几十发上去都没有打下来 就是说这个是要引起重视的 一个中共的新战法 它是有它的危害性 一个平流城部队要给它曝光 平流城这支部队呢 它是军级单位 它的司令部呢 现在设在海南 并 sue言 科研 文 prisons 吗 190 earlier 就是说这些一些社群传统andi的感染 就来没有人坚持的 当然 と小处 我们需要再把辞联律ate 与您一同守护台湾的未来